所以回台湾之后就马上指示说好 成立公司 那如果成立公司来讲说到底 投入要多块钱 其实李山浩斯投入没有很多钱 马币两千万很够用了 我说没有 一亿马币 哇 我们直接进来就一亿马币 为什么 为什么你说两千万就够用 为什么会要一亿 第一个什么叫决心 破釜沉舟 一亿马币进来 当然台湾董事会说你李山浩斯 很多钱 我说反正我们就这么做 因为如果只做design不用花这么多 但是你以后要做business 你要买product component 钱就是要用了 OK 那我们拿出个决心就 一亿马币汇进来成立公司 然后开始去找人 其实过程很辛苦了 你们可能不相信找人的时候 因为派了几个主管回来 买一家人 七百多封离利 只录取四个 七百多 我才四个 只四个 因为我们确实我们对工程是要求很严格 很严格 因为你既然要做design 就要找到对的人 你说这个乱与虫树 我们是不愿意的 那真的 然后很难找 然后又透过很多管道 去演讲 慢慢的 那我们今天培养出来第一期的员工 很优秀 很优秀 已经帮台湾在做设计了 已经帮马来西亚在做设计了 你们你在 马来西亚公司已经在接台湾的案子了 对啊 对啊 在台湾奥兽给马来西亚做啊 所以 在上一次event的我公开说 媒体在骂说马来西亚没有人才 这是不对的 只是外流 不是 只是外流 以及 你有没有 决心 把技术 拿来培养他们 那还被人才 如果你没有他留下来的 他没有机会的 那你说他不是人才不公平吗 所以我们算是很有意愿 把言之言味的设计 拿来这边 培养这篇的人才 培养他们 而且没有奄奄盖盖的 来就是把你当自己的部队 全部教你怎么做 有人说你怕不怕他跑掉 我说我有这么多知焉都怕做不起来 他跑掉才能做什么 那怕不怕他去新加坡 当然怕 我们现实讲 我们进来的工程师 我们说刚开始毕业 大学生6000块马币 也很够一次 也很高了 然后入籍之后再调 可是你要知道 这些人我骗一年之后 他的价值可以很高 那我买小公司不赚钱 我没办法付 新加坡负得起 所以我又说 如果要让他们留下来 要赚钱之外 公司三到四年要上市 有人说 你大头病 你讲这些骗人的什么鸡汤 那我很简单 我如果这么用心做完这个事 公司不能上市 人跑掉 那我干嘛要做 所以连上市的时程都花出来 2028年下班 公开讲了 讲了做不到就很丢脸 所以上市目的是希望说 透过资本市场 能够有更好的配 给我们的工程师 给我们员工 接我对我们的工程师